其实家里到处都是宝,不信你往下看 一,找一件旧衣服,用锅盖画一个圆 沿着线剪下来 用手工针把边缘缝合 注意留一个小洞 然后翻过来,将剩下的衣服塞进去 用手工针封口 找两个扣子放在中间 用手工针固定,分成六份 再用手工针固定 这样一个南瓜抱枕就做好了 二,把短袖从中间裁开 下半部分边缘缝上松紧带 上半部分同样操作 一件潮流套装就做好了 三,穿不下的衣服剪去两边袖子 从一边缘剪开 剪成条状 袖子也同样操作 平凸在一起 拿一根棍子卷起来 用钉子固定 最后用铁丝缠绕几圈 这样一个托把就做好了 四,家里羽绒服上不要的毛鲤 我们在背面贴上双面胶 找一根棍子缠绕几圈 一个好用的鸡毛胆子就做好了 美学会建议点赞收藏 24,8p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